门诊外漫视排队人潮 新冠疫情在起 确诊大爆发 重症入院病例 以及死亡人数 单周内双双半倍成长 其实这个数字其实很惊人 就是说每一周的时候 我们都比前一周的感染人数 还要增加 COVID-19卷土重来 只是病毒不断变异下 症状越趋于流感化 也更令人难以察觉 383啊你真的 你还会很凉了 下诊的时候起来 我老实跟你讲 最近他知道 我们超过一半病 是我们的病毒 已经隔了一根综统 可是还是咳 咳到饱 胖病毒的药都很出来 重回诊间复诊 这名A小姐属于高危险族群 一个礼拜前确诊 还是有严重后遗症 就是会昏昏沉沉 感觉上就是有感冒的症状 就自己就想说 奇怪 为什么头越来越晕 然后凉了 发烧38度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病人 如果说上下感染 大概五到七天没有比较好 同一时间有发烧 这时候会建议还是要做快筛 这回第六波疫情 从今年4月开始扩散 主要流行便衣株JN1 本土及境外占比 分别来到60% 以及54% 而其他衍生变异株KP2 KP3 也逐步上升周 所以现在看到 这个肺炎住院的病人也增加 那如果去检查的话 会发现将近有一半呢 会有这个新冠的阳性 目前台湾可能暂时没有最新的JN1 KP2 KP3这边 但是我想有SBV1的保护 起码我们在这段时间看起来 重症大幅缩小 表示还一定的保护力 机关处试剂 SBV.1.5疫苗对于这波病疫株 可预防感染达5到6成 减免重症大约6到8成 减少死亡几率6到7成左右 高危险族群不可轻忽 但现在全台疫苗接种率 竟然只有一成一 虽然病毒弱化 但是它的范围感染会比较广 但是我可能我家里要是有年迈的长者 我可能觉得只是一般感冒 但是传给他们 他们可能会很严重 除了中高龄长者 幼儿在这一波波疫情 更要注意 几天前 彰化一名五个月大男婴 确诊新冠 血氧量下降到90% 还引发笑吼 紧急送进家户病房 救回一命 所有的呼吸道 感染在附近的地方 都有可能会引起笑吼之后 它会产生比方说像 犬肺身这样子这个厉害的咳嗽 然后严重的病患 的确是有可能需要进行插管 疫情卷土重来 缺氧问题也浮上台面 高危险族群适用的抗病毒药 莫娜皮拉韦 从诊所到医院都传出供货不足 药物调度捉襟见肘 我们最后一瓶上个星期 已经开立完毕之后再也掉不到 整个药局就说缺货 整个也掉不到货 无论是发快塞的方面 打疫苗的方面 甚至到药物的通路配置 感觉全部都慢一拍 低血衣食痛批 疫情延烧两个月之久 防疫部署确实七零八落 民众切勿掉以轻刑 做好自身防疫 确实戴口罩接种疫苗 才能发挥最大保护力 调查中心综合报导 周末假期你有出去购物吗 现代的消费观开始改变 民众多了一个选择就是先买后付 不用付钱就可以先拿到商品 但这当中其实隐藏着金融未爆弹 因为不只是先买后付 现在其实像是融资租赁公司也推出的商品贷 车贷已经酿成新型的债务危机 因为现在有许多年轻人都觉得 可以随意借贷 随意购买 动辄都背负了上百万的债务 甚至是以债来养债 这过去几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而融资公司又是如何游走在法律边缘 其实金融专家形容 这是标准的灰犀牛效应 你去拍一个冰箱 那你就会借你二十万 它完全符合六头计贷口 你虽然不是低下钱庄 那你至少是低上钱庄 商品琳琅满目 爱不释手 从线下买到线上 现代消费观改变 衍生出全新支付方式 BNPL先买后付 要分歧 可是我担心银行会过步的耶 我月收37K 还有学贷和咖啡欠缴的 先生不用担心 我们都有配合的融资 要做无卡分歧也可以 网络创作影片 扇到猴子的一生 是许多年轻人不惜借贷度日 也要享受当下的缩影 但这不只是AI动画 是当今社会活生生的真实写照 她是荣蓉 两年前仅仅24岁 因为急需用钱 悟信网路上的借贷广告 开启了她四处筹钱 难以安宁度日的灰暗时光 因为那时候急用 所以就会想说 哪一种方式最快 那你就就是用什么方式 当她跟你讲说 可能一个礼拜以内 我就可以给你了 那你就会想 这其实蛮方便的 荣蓉接触的是融资公司 当时吸引她的广告词是 不用连征 不管信用好坏 审核简单 快速拨款 只要双证件 就能低门槛 轻松借到钱 但小额贷款 却如雪球越滚越大 荣蓉从机车贷 手机贷借到先买后付 等到察觉有意 早已债台高筑 她前后一共借了113万 机车也贷过了 然后她就说 那她有一个方法 就是手机的贷款 然后就给她一个 那个手机的身份证 就是很像验证码那一种 给她完之后 她就说可以贷3到5万 有开始借之后 就有1有2有3有4这样 不止我明明知道的 有信贷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贷款 融资公司放款的方式 一般分为三种 包括贷款购物 一般以汽机车为主 以及万物皆可贷 类似典当借款 另外就是先买后付 带店款项 这三种放款方式 都有一个共同特色 就是利息高得下人 而且完全不受规范 如果你是公司 原则上是不可以 把公司的险借给人家 除非你符合 用融资性租赁 因为你跟他买东西 然后融资性的租赁 或者分析负款 这个可以 融资公司并非金融特许行业 用公司法所管 依法不能借贷给个人 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融资公司经常透过 单薄品抵押或商品买卖 便可规避现有法令 各种买卖行为应运而生 隐藏旗下的借贷手段 也浮上台面 你去拍一个LG的冰箱 其实你也没买 那你就借你20万 然后说这个是分级货款 是人看到东西都没有 或者是手机带什么带 其实真正的性质是借贷 不仅冰箱 手机 机汽车 万物皆可贷 更严重的问题是超额贷款 买一辆车竟然还能找钱 融资业者利用机车 汽车 超贷 来发展他的贷款 他就是三万块的机车 借三十万 可能二十万的汽车借一百万 就是远远超贷 融资公司这边如果没有真心 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借了多少钱 你也不知道他跟银朗借了多少钱 没有征信机制 融资公司坐地喊价 债务人完全没意识到 手中签下的合约更是巨大陷阱 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 他就寄了一些空白的文件 就是叫你签购资 然后也是叫你签名字 剩下的他会自己帮你签 后来就觉得 就是原来他的率率这么高 每次来的时候 实际会录的跟我要还的 就是落差蛮大的 只要签名 空白处的本金利息 任融资公司宰割 实际利息到底多少无人知晓 即使部分融资公司 白纸黑字列出利息对照表 看似符合民法第205条 年利率16%上限 但借款过程 额外加收的服务费 内扣手续费等 乔丽各式收费名目 算上这些实际利息高得离谱 他不是跟你约定多少 你心甘情愿 是因为他心跟你东扣扣 稀扣扣 利息有算出来 四十几 有的五十几 这个没有道理啊 以融融借款为例 商界十万扣掉额外收费 只拿到八万 月付五千零八十九 共二十四期 竟要缴还十二万 算下来利息高达 百分之四十九点八 远远超出民法规定 偏偏祖邻公司 不受银行法管制 因此涉入借贷业务 目前无法可管 你去问经济部 经济部说我又不会 这不是我在管的 那你问经管卫 经管卫说我也没有 他没有一个法律依据嘛 你要管人家 你要有依据嘛 依法行政 依据租赁公会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全台租赁业中 市占率最高的三家 上市融资租赁公司 中租 育融 合润 合计规模高达百分之九十 但财报却曝露 这三家最大的融资公司 分别用不到百分之三的利息 低利向银行借钱 转手再借给民众 这个当然是更严重 也就是说它是搬钱 然后借钱那个利差 我们印象当中 它最少的 成了1.15% 那你从相关的银行当中 拿到了这么低的利率 然后去借给那么高的利率 那真的是暴利集团 你虽然不是低下钱庄 那你至少是低上钱庄 它不是银行 可是它可以做银行的业务 我不像民间募款 民间不许存钱到我这边来 而是我向银行去借钱进来 然后做放款 所以我们没有触犯你这一条法规 所以他们非常聪明 银行由金管会监管 但融资公司并没有主管机关 并越做越大 总计中租 育融 合润 三家公司在B&PL和个人户融资 合计业务已经高达3140亿 放贷金额引发关注之后 中租控股率先表态 支持设立专法 把租赁公司的融资贷款业务 纳入管理 同时租赁公会也通过自律规范 针对B&PL 车贷等业务 做进一步修正 在证明标准上可能会更严格一点 那过去可能对于客户的资讯的一些 收集啊 判断 会跟现在来讲 可能现在对于资讯的准确度 或是完整度的要求会更提高 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收入的 这个可靠性 也会定比较严格的标准 只不过租赁公会发起了自律公约 但登记融资业务的6800家 只有37家加入公会 其他6000多家管得到吗 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自律公约嘛 你很难期待很难期待说 这自律公约是持续性长期性的自律嘛 怎么样保护消费者在这些金融服务方面 能够确保他的权益 那么这个确保权益的方式 当然有可能是借着我们现在的自律 来达到这个效果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自律公约的 推动实行 经过一段时间 那么大家还是没有信心 觉得需要立一个专法我们支持 纵观新加坡 日本 韩国等10国 融资公司都为金融相关主管机关所纳管 而美国 欧盟多国也有其他机关负责监管 反观台湾融资公司 已经长达20年处于三不管地带 债务人遭遇问题求助无门 政府当务之急 因针对融资公司管制利息上限 并把额外收费统一纳入 同时设置定型化契约 约束超代行为 更重要的是 需要主管机关主导落实征信机制 避免让更多民众 玄境深不见底的债务漩涡 调查中心附加新李军陈玉祥 屡兴玉采访报道 大家借贷荣益 把这些融资租资公司通通纳入法规管理 如此一来才能杜绝乱想 你也不知道这两百多万 那怎么解决 他能推到载 大家会害怕 大家会很怕钱 你这个法规 刚好就管推到他 难道路骨香清水邮局26号金船抢案 欠了两百多万 加上宾市还有150万的车贷 才会铤而走险 社会悲剧平传 今年初高雄也发生一家五口亲身案 都因为负担不起融资公司债务 而走上绝路 甚至有人因为无力偿还 车子就像这样 直接被拖走 表面上叫两个穿西装的过来 后面跟着两个嚼冰囊的 这叫做有牌的地下钱庄 不是吗 根据经济部商业发展署统计 全台登记融资业务公司 至少6800家 规模高达7000亿 如今被披露台面上合法正当 台面下却乱象丛生 融资公司它属于我们 一般灰色金融的范围里面 它是一种另类出来的东西 你这个法规刚好就管不到它 他是阿和 今年41岁 回想当初急需用钱 一步步走入融资公司圈套 其实有机可循 他都会讲说 他们是一个正当合法的公司 他会问我说 和润集团你有听过吧 对 就像和润租车一样 那广告一直在打 然后玉富是说 它是玉龙集团旗下的公司 上市公司品牌够大 具有公信力 就这样 阿和一路从大间的玉富和润 在借到小间的亚太 乔美 累积到225万负债 11年的机车市价约8000 在和润可以带到30万 用商品贷在玉富带到38万 亚太老保贷10万 乔美的商品贷只要找冰箱拍照 就能献借20万 堂堂大公司却释出不符比例原则的超额贷款 加上十拿金额得扣掉其他加收费用 算下来的利息高不可攀 利息是13万6千吗 对不对 对啊 然后钱这样你拿到的 这样子哦 对啊 然后再除以 你拿到的 你看 所以是 5是1% 对啊 那是不高利贷 就是高利贷啊 黑暗都不得了 他完全符合六多性贷款的定义 过高的利率 放款给还不起的人过度的贷款 这个担保品或是这个人的信用根本没有那么好 第四个就是不当的不合法的吹债手段 阿和回忆 当时每月要较高达五万二利息 薪水只有三万八的他 完全无力偿还 融资公司一开始温柔提醒 但渐渐的他们露出真面目 软得要不到钱 便来应的 他们等了好几天以后 可能一个礼拜过 你怎么还是没缴钱 他们开始就是 就会用各种手段 就开始用电话 讲话就不会那么客气 阿和陆续收到简讯 融资公司除了恫吓 要强制扣留财产将抵押物取回 还寄存证信函 扬言提告 他这个就是先告知你说 你名下的说 所有东西我都要做一个强制扣留 而且这是合论集团 孕夫寄来的这个 你叫什么 纯正信团 你已经违反 违反刑罚了 他会做一个刑事告诉 他就说你就是恶意诈欺 你就是诈代 现在三大体系里面 第一个是中租 下面中租合笛 然后接下来子公司 孙公司 然后御荣 下面有御妇 御荣 荣之的荣 然后合态下面 合论在下面 这些孙公司 孙孙公司 有一些就会做出非常恶劣的行为 比如说他有一点合约叫你签 可是呢 他中间签的一点文件里面呢 就会有本票 那本票上面通常都没有注明 金额跟日期 所以呢 他要是要你还十二万 你也莫可奈何 他们就会到法院去强制执行这一张本票 台面上一切合法 但追讨债务的台面下 却是山雨欲来 暗藏风暴 他会跟你讲说 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 他会把公司住址报给你 然后再把家里住址报给你 愉快的电话铃声却是阿和家的噩梦 因为只要阿和手机不通 融资公司便打到家里 连公司同事 朋友 家人 都接到骚扰电话 瀕临 崩溃边缘 以前当晚在 在那个烦恼这个事情 连到今天也在烦恼 只要有默讯的电话不敢接 为什么不敢接 恐吓电话 心神不宁啊 弄得这样子 可以说是我老婆一样 弄得这样金飞苦掉一样 他能吹到债 大家会害怕 大家会很塌钱 就是一个人 当餐在负债的时候 他会想办法去借薪债 还旧债 那补了之后 融资公司又跟他们 用强力的吹 他又要再去借第二家融资公司 或是再回头跟爸爸妈妈要钱 那会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贫穷继承 这一部分做到过头的时候 它产生造成社会问题 跟社会伤害的时候 他其实是把他的成本 转嫁到整体社会里面 立委王世坚指出 融资公司长期规避三大法规 公司法不能放贷 民法利息不得高于16% 以及刑法重利罪 不但让借款的金融弱势 陷入新形态的债务漩涡 专家更发现 债务人面貌更有年轻化趋势 钱没到再先来 刘小姐坐上自己名下的休旅车 但这台车她根本不会开 原本是要借钱的 现在却为了车贷 连生活都快过不下去 这些族群他的受信 他可能在正常的信用市场里面 金融市场里面借不到钱 或者是他朋友圈也借不到钱 他就会跑来这里的 第二个是贫困者 他已经没有其他管道了 他可以利用身份证 双卡 健保卡就可以借到钱 然后年轻人也常常用 针对金融弱势 融资公司本来有机会 达到普惠金融的成效 但多家公司却挥舞合法旗帜 游走于灰色地带 实则藏有巨大陷阱 你没有一个法律 你没有法律 你就没有办法限制说 你借的金额嘛 对不对 你高兴你都没有工作 我也可以借你借你200万 面对各种争议 中租 豫荣 和润三大融资公司 除了共同拟定自律公约 也透过业务通路 宣布全面调降 汽机车可贷乘数 其中 机车可贷额度 从最高30万 降至10万元以下 但亡羊补牢 不计其数的借款人 依然被高利债务缠身 而且还有数千家 中小型融资公司 游走在民间 网路 以各种名目 玩弄着可怕的 金融游戏 我们的政府 应该把所有的 这一类的灰色金融 全部都纳入到一个 民间金融交易的 一个法规里面 不应该在任期 自由发展 完全不管 金融专家以灰犀牛事件 来比喻明知即将发生危险 却不做预防 终将受到重大伤害 新形态债务风暴 就像迎面而来的灰犀牛 政府应即刻对融资公司 进行管制或着手制定专法 否则任由乱象持续扩张 只会有更多财务弱势者 落入金融黑洞当中 调查中心附加薪李军陈玉祥 李星玉采访报道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聚焦新世界 我是主持人房叶涵 我们下次见